好小小咪我們要看的這本書叫什麼 你還記得嗎 也是跟帽子有關係耶 剛剛才看了另外一本帽子書 這本也是帽子的 叫做找回我的帽子 同一個作者喔 是誰 Yong Klaassen 英文我不會念 英文是John Klaassen 是不是 這是同一個作者 找回我的帽子 有一隻熊耶 他怎麼了 他的帽子不見了嗎 我們來幫他一起找一找 我的帽子不見了 我要把他找回來 原來熊熊的帽子不見了耶 你知道他的帽子長什麼樣子媽咪啊 紅紅的 紅紅的喔 我們一起去找找看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帽子 他遇到了一隻狐狸喔 狐狸說什麼 沒有 我沒有看到你的帽子 好吧 還是謝謝你 可是狐狸 可是狐狸 好像不是非常的 怎麼樣 在乎熊熊的那個問題 他都沒有跟熊熊有 視覺上的那個對望 他沒有看著熊熊 接著熊熊又來到 池塘邊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帽子 他遇到了一隻青蛙喔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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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問兔子說有沒有看到他的帽子耶 你覺得兔子有沒有看到 兔子說沒有 你為什麼問我 我沒有看到他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看到過帽子 我不偷帽子 不要再問我了 兔子好激動喔 一連串講了一大串的話 然後說他沒有看到帽子耶 他沒有偷帽子喔 你相信他嗎 你看他的眼神 看起來好像不是很真誠耶 然後熊熊說好吧 還是謝謝你 接下來呢熊熊遇到了一隻烏龜 請問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帽子 我一整天什麼也沒看到 我一直在努力爬上這塊石頭 烏龜整天都在努力的爬石頭耶 好辛苦喔 那我把你放在石頭上好嗎 喔熊熊幫了烏龜一個忙喔 好拜託你了 喔魚沙就把他放到石頭上 不過這烏龜好像只在乎自己的事情耶 只在乎爬石頭的事情 他不是真的關心熊熊的問題 接下來熊熊又遇到了一條蛇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帽子 蛇蛇說 我曾經看過一頂帽子 藍色的圓圓的 嗯 蛇好像有意要幫他喔 告訴他曾經有一頂藍色圓圓的帽子 可是熊熊說什麼 熊熊說我的帽子不是那樣的 還是謝謝你 你看熊熊跟蛇蛇好像高度快要相同了 似乎眼神就要達到交 就是要互看對方了 可是還是沒有 接下來呢熊熊又遇到了 這不知道是什麼 地鼠嗎 遇到另外一個動物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帽子 帽子 帽子是什麼啊 這個動物連帽子是什麼都不知道 嗯 還是謝謝你 嗯熊熊很有禮貌喔 都有到答謝的人家 他走了一整天 還是吵不到 沒有人看到我的帽子 要是我再也看不到他怎麼辦 要是永遠沒有人找到他怎麼辦 我可憐的帽子 我好想念他喔 熊熊好傷心喔 欸出現了一隻迷路耶 怎麼啦 我的帽子掉了 沒有人看到他 你的帽子是什麼樣子 紅色的尖尖的 哇 迷路是真心要幫熊熊找帽子耶 啊他們兩個終於有了眼神交流 而且這次熊熊終於想起來 他的帽子是什麼樣子了 你是不是常常找東西的時候 也沒有仔細想你要找什麼東西 所以紅色的尖尖的帽子 我們剛剛有看到嗎 小小蜜 有 在哪裡 在兔子的頭上 在兔子的頭上喔 你有發現喔 啊 熊熊也發現了 我有看到我的帽子 小小也發現了 他馬上跑過去 喔 其他的動物都在看他 這時候大家都很重視這件事情 啊 是兔子 你你偷了我的帽子 原來是兔子啦 這是他們終於有了眼神交流 啊 兔子呢 兔子不見了 那熊熊把帽子拿回來 他說 我愛我的帽子 所以偷人家的東西是不對的對不對 當你偷了人家東西的時候 你會開始怎麼樣緊張 接下來呢 發生什麼事 出現了一隻小松鼠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一隻大帽子的兔子啊 沒有 你為什麼問我 我沒有看到他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看到過兔子 我不吃兔子 不要再問我了 好吧 還是謝謝你 小熊剛剛才跟兔子做了一模一樣的事耶 他好急的就是推卸責任狡辯 但他兔子到底是不是被牙刺掉 你覺得 有可能對不對 這兔子去哪裡了 The end 這就是找回我的帽子的故事 因為 我沒想到 我沒有帶我走